好,那我们要准备进入假设检定咯。 好,那这里其实这个部分有大半都是文字的说明,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先稍微读一下这些部分, 我们才能够对这个假设检定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 那大家可以就一起切到这边来。 那这次的作业呢,我是看大家都有做出一个样子了,但是还是差一些些。 所以这次纽约比起之前是稍微有些进步, 不过就是说也看得出有一些假设检定的概念,你们需要再做一些澄清。 首先,我现在先请大家看一下这个9.1.1这个部分。 特别是请你们读到了这个table9.1的时候,请你们告诉我,如果说以你们的课前做的作业中, 在GEMOVI的,因为这次是用GEMOVI的二项检定嘛,在二项检定的他那个选单里面,有没有哪个选项是跟这里谈到的这个统计假设是有关系的。 OK,请你们读过之后告诉我,然后同时你们现在也可以开始,就是说对作业的部分有些补充。 然后那个统计假设你读到之后,你告诉我,也请告诉我,在这个GEMOVI里面,我们主要设定的是虚无假设还是对立假设。 好,你们现在那个可不可以就是,我现在这个就是视讯画画面,在那个GEMOVI里面有哪一个地方是可以设定统计, 就是以那个binomial来,以这个二项分配的模组来说,它是要在哪里设定,设定那个统计假设。 等下我们那个讨计出一个共识之后,你可以把它写在你的这个作业中的补,就是我们会再交一次作业嘛,就是把它补充在作业的注结里面。 好,看完,看的差不多的话,那个,切给你们看,就是在现在你看到,我这个是双测检定的那个版本。 好,就是那个hypolysis这里。好,那统计检定跟那个,那这个统计检定,它这边也有讲到一个研究假设,你们能够区分出来是什么东西吗? 就研究假设跟统计假设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要区分的话很简单,就是这里,这里提到,它这边就是用它的虚构的这个超感知识研究嘛。 好,那么只要是文字的部分,全都是研究假设,那么只要是有希腊字母的,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什么sita等于0.5,sita大于0.5,然后sita小于0.5,跟一个sita不等于0.5,这些都是统计假设。 好,所以你们可以看,研究假设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白话的说明。 那统计假设是根据说,我今天这个资料如果符合或是逼近某一种的几率分布,它是可以怎么样做设定。 好,那现在它这个是,它现在接下来它这个例子,它都是用那个sita不等于0.5来去做示范。 好,那为什么用它,好,那这个就是跟,那这个就牵涉到我为什么作业要出成那个什么双册的跟单册的,对不对? 好,那这里,现在再来问一件事,你们觉得像是,你们现在看到画面,现在是sita,这意思就是说,这个sita,这边的这个二项分布的这个参数,sita,它不等于0.5,0.5就是由这上面的test value来做设定。 好,那你今天如果说怀疑,觉得说可能是理论上应该是0.4或0.6,你只要讲得出一个道理,你这个test value要设多少都可以。 只要是这个几率分布,它参数可以容纳的范围,都可以。 好,那现在这个hypothesis不等于这个test value不等于0.5。 好,那我们在接下来谈之前,接下去谈就要谈到一件事,就是,等一下,好,我再切回来,就是虚无假设跟对立假设。 你们现在认为,如果就以这个sita不等于0.5的话,它为什么,根据它这边讲,它为什么去设定的是,那个不等于0.5是对立假设,然后虚无假设。 你们可以看哦,这边这一句话,它有说,它有说到虚无假设都是0.5,对不对?都是0.5,对不对? 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GEMOBI的选单设定,好,就以这边来看。 你们看它这边是不是都只有什么不等于大于或是小于? 这个意思是说,这个也跟这边这个表,它下面有写到,它只有写对立假设的这个参数不等于什么或大于什么。 好,那为什么那个,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那么虚无,那么虚无假设呢? 通常在这个报告中呢,并不会很具体的,就是说写出说,像现在这个教科书这样子写,就是说虚无假设的统计假设是sita等于点0.5。 只有说我们理设上认为是sita不等于0.5。 不过我觉得这个原作者Danny讲这个虚无假设跟对立假设讲的好像把它当成是像那个法庭审判,这个比喻还不错。 就是主要,就是主要所谓的假设检定,主要的功能就是看现在手上的资料到底是支持被告还是原告的主张。 在这里那个虚无假设,它是把它当作叫做被告,那对立假设是原告。 就是看现在手上的证据比较能够支持哪一方的主张。 那这就跟那个法庭审判一样。 所以现在也是有蛮多那个法律系也要那个学这个统计的原因也在这里。 OK。 因为这个,那讲到这个呢,我们就会讲到所谓的决策失误,也就是type 1 error,还有type 2 error。 那这个呢,我就让同学自己去看,那我主要要强调的是,在真正的这个实物取向,其实行一错误跟行二错误,通常也很少有报告会呈现出来。 报告,报告比较多都是呈现的是稍后我们会讲到的批级。 好,这本书原作者它有argue这一点,我们稍后会看到。